南开科技大学吸手有线电视公司 执行光纤频道、进线计划、 制播校园节目 共同建构社交行销和新媒体行销实务课程 让学生未来发展更将多元 打造校园新媒体、电商领域和交流平台 南开科技大学在中投有线协助下 制播校园节目 由学生担任主持人 探讨校园与学生心中热门话题 并借由光纤频道进线计划 在有线电视中播出 也与业界签订MOU 将打造网红培训基地 以及电商通路平台 我想这个大学报报报 就是让我们自己学生 自己来筹划节目的制作 那由老师的团队来协助代理 那由中投有线公司来做技术的 这样的一个指导 那在今天里面 我们除了这样的一个开播以外 我们还同时跟了台北常美艺术公司 来做另外两块牌的接牌 那第一块牌就是常美艺术公司 他们的意向万千 这个文化教育交流基地 那这块牌的建议 希望我们未来能够透过就是文化方面的交流基地 也能够去做一些自播教学的节目 或者是教育的节目 能够用线上的方式 能够让更多更广大的民众来参与这样的一种文化艺术的学习 那另外一块就是我们的常美网红培训交流基地 那我想现在资讯爆炸的时代里面 传媒跟这些电商通路 这些都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一种经营模式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块常美网红交流基地 这样的一个设置 将来能够培训更多学生 有兴趣的能够来参与这些网红的行销 跟网红的通路的这样的一种管理 未来能让学生在就业上能够有更多元的这样的管道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清清 报复的报 报导的报 报料的报 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学报导报 那今天呢 我们的来宾首先要来邀请我们南开科技大学的副校长 林郑敏 南开科技大学近年来强化学生与业界的交流 让学生在学习上更加丰富多元 在在经济当道的同时 更与业界共同建构社交行销与新媒体行销食物课程 让学生更能发挥潜能 开创未来同路 因为像我之前我要上节目做主持人的时候 我要收集了很多相关的资料 那么未来有那个网红 我们系上有网红的培训基地 那我希望学弟妹可以透过这些网红培训基地所开的课程 然后更增加他们自己所属的领域 然后可以搭配我们学校的电商行销 更进一步的去做探讨这样 大家可以多远距离 透过科技把它串联起来 然后大家可以互相的学习 互相的开会 远距会议 类似这样 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可能也比较不出门 那可能会有一些的宅经纪就会出来 大家可能透过线上去订阅 所以我们这个基地 也未来会培训更多的网红的人才 或直播的人才 透过与业界的交流合作 南开科技大学注重产学互利 双赢精神 与产业界建立实职伙伴合作关系 并加以整合 这次更透过与传媒合作 期盼打造大学校园 新媒体商业电商领域和主流平台 记者张东仁 草囤正采访报导